星期四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 不仅对于航空航天局的最新一代 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德尔塔4号 以及它的航空舱猎户座是一次测试 对于数百名为新型航天发射系统而工作的科学家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说也将是一次压力考验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NASA猎户座项目负责人马克·盖耶尔没有掩饰他的焦虑 我一方面希望一切都完美 成功着陆我们机长庆贺每个人都开心 但是实际上像这样的试验飞行 飞船在不同环境下运作 飞行期间系统之间互动上有细微变化 我希望在试飞期间能够找出来 德尔塔4号不仅比NASA以往最大的运载火箭高出一半 而且它的有效载荷也是以往运载火箭的两倍 它是由NASA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设计和建造的 在与运载火箭分离之后 猎户座飞船将在距离地球约5800公里的高轨道绕地飞行两圈 随后将以32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返回大气层 飞船表面温度将达到约和2200摄氏度 然后飞船上的多个降落伞将打开 为飞船坠入太平洋海域做好准备 在实施载人飞行之前 飞船上的大约1200多个传感器 将对温度 震动 生效等需要测量的参量进行测量 麦克·鲍格是NASA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副主任 他说对于航天局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进步 这对于把宇航员送往火星的升空探索计划来说是重要的一步 NASA说新的系统将会最终填补2011年停止的航天飞机计划所带来的空白 猎户坐飞船不仅能够把航天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还能执行升空探测任务 美国之音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普遥 华盛顿报道